一号挑战者向杰同学 虽然今天没有能够挑战成功 但是他的勇气和胆量 和为之付出的努力 深深地打动着我们 管同姐姐 在这个舞台上还有哪个大类 对你的印象是比较深刻的呢 必须是猪心算呀 而且我觉得在多彩少年的舞台上 猪心算 那真是花样翻新 没错 选手们不断正地翻新着 挑战的难度和花样 我记得有一位吉林的 年仅九岁的小姑娘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展示了一个非常新颖的类型 那就是一分钟 极限三位数的惩罚 我记得当时 她的挑战任务是 一分钟答对二十六道 就算成功 这位小姑娘呢 不仅答对了二十六道 还这个超额完成任务 答对了二十九道 给大家留下了 特别深刻的印象 大家可能光听呢 很难直观地感受到 这样我们还是通过 当时的一段视频 再来一起回顾一下 我叫张玉萌 今年九岁了 我来自金陵昏春 我贼喜欢算算数 登场咱这舞台 咱也不能太简单 出个五位数吧 难为难为咱忙吗 这时间就完了 难度再增加大一点的 来个七八位的怎么样 那我给老师算一个八位数吧 一六二三三九六八九 掌声 刚才这两道题呢 不是我们彭老师和刘老师出的题 太简单了 是因为他的实力太强了 一分钟内至少正确作答 二十五道三位数惩罚 本轮少年挑战者张玉萌 共作答三十题 正确二十九道题 挑战成功 我还要继续努力 拿更多的全国冠军 以后还要像吴美玲老师一样 拿世界冠军 太可爱了 真的是人小志气大 赶快有请今天的 二号挑战者张玉萌登场 姓名张玉萌 年龄九岁 身高一米三二 所在地区吉林浑春 心算指数八颗星 速算指数八颗星 附加技能 眼疾手快 技能指数八颗星 管东姐姐好 泡泡哥哥好 各位嘉宾老师们大家好 这次又能来到 多彩少年的舞台 我非常高兴 再来正式地介绍一下自己 好不好 我来自吉林浑春 今年还是九岁 还是九岁 这还没到一年呢 我听说你后来 再回到学校的时候 经常有高年级 低年级同学看到你 就非常羡慕 甚至是唯独你想要 一睹你的风采 对不对 对 就是我在训练的时候 一群高年级的哥哥姐姐 看到了我在做题 他们就特别好奇 说你在干嘛呢 我说我在做题 他们就说 那我们给你出题好不好 我说那你们出吧 他们出的题都特别简单 我全都算对了 他们是想当主持人了吧 把我们的活都给抢了 我听说你今天来到 我们的舞台上还有一个新的目标 就是能要跟张徐涵鱼哥哥PK 张徐涵 是我们节目当中曾经来过的一位选手 对吗 对 为什么要和他进行对战呢 因为他非常的厉害 有的大位数心酸我都达不到 给自己请了一个高手 为挑战目标 但我觉得既然目标这么强大 咱们自己也得有一个强有力的水平 才能跟他过招对不对 对 咱们先汇报一下 这个录过节目之后 到现在这段时间当中 自己有了哪方面的提高呀 这段时间我练了听心酸 闪电酸 看心酸 还有障碍酸和马拉松及闪珠酸 我的天哪 听都不太能听懂 这个总之门类的五花八门 正应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个 要在不同的这个领域 这个有更多的尝试 那是这样 也想挑战更强的选手 这个愿望是好的 但是我们要现场考察一下 你最近的实力到底有没有提升 好不好 好 来 我们请上道具 江老师特别有学问 让他给你上点难度 好 刚才小姑娘灌口里说了 好多那个新项目 我最后一个没听过 叫做闪心酸是这个词吗 闪珠酸 闪珠酸 你看我们连题都没记住 我来问这些事件事什么叫闪珠酸 我也没太明白 什么叫闪珠酸 跟我讲讲 就是一组数字出现在大屏幕上 然后通过播出的形式 得出正确的结果 那就把现代的科技大屏幕 出电脑 然后加上你这个中国的传统的计算的方式了 方式 这个厉害 那这个速度得特快吧 手得特快吧 嗯 嗯 好 来 请我们的道具老师上一把椅子 来 玉萌 请到准备位置 好 来 张玉萌同学 你准备好了吗 我准备好了 好 非常有信心 大屏幕请出题 我的天哪 好 玉萌同学迅速在题板上写出的答案 你们回到桌子的后面啊 还是先请大屏幕给出正确答案 七五四九九八五七 好 请看张玉萌的正确答案是 七五四九九八五七 太厉害了 而且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 他拨珠子的那个速度 对啊 这个我就真的有点想不明白了 请教一下海东裁判 这个是我感觉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首先这个 这个项目我也没有尝试过 我也不让我能不能完成 然后 但是我知道这里面的难度 首先他的视觉是不断地转移的 他要先把的视觉放在大屏幕 迅速在零点几秒 把那个数字捕捉完了之后 短时间内把视觉挪到你的算盘上 不断地这样去转移 所以要考验他的手和眼睛的配合程度 才能完成这条题 而且中间他每一个珠都不能拨错 拨错一个珠 他最后显示出来答案就是错的 不仅脑子要快 而且手也得快 还有眼力 眼也得快 天哪 七位数 三十笔 闪珠算 还是没能难到 没难住 来 卢奶奶 您再上个难度 我特别想看看你 会不会双脑算 可以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一个 多少位 四位数吧 四位数 十笔 双脑 闪电 心算 我理解的应该是正确的 就是说两分屏 两边同时出题 都是四位数的 对 十笔的这个计算 他也要同时算出两道题 太厉害了 来 做准备 请转身 大屏幕 请出题 迅速写出了答案 究竟是否正确呢 我们先看一下 大屏幕上的答案 左边 15 133 右边 17 504 会正确吗 完全正确 看来最近 你的提高确实是不小 刚才说想挑战谁 张徐涵语哥哥 张徐涵语哥哥 是吗 是 你不要光说 如果真正让他来到你的面前 你会怕吗 不会 真不怕吗 嗯 告诉你 今天为了满足你的愿望 我们就把张徐涵语同学 请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 来 有请 去 莫非能扰 你 这么酷啊 二啊 你好 你好 小张同学 广东姐姐好 又见面了啊 来 咋这么严肃呢 没着呢 你这手也有点凉 是不是在测台看见这个玉萌妹妹 这么厉害 有有赢你的机会吗 很有可能 因为他这个实力 是非常厉害的 所以说如果是他赢我 我感觉这一件 不难想象的事 不难想象的事 很谦虚 有必要把两位同学的成就 再一次认真地介绍一下 对 张徐涵宇多次获得 朱新算比赛冠军 在2022年全国朱新算 网络大赛中获得 选手组冠军 在之前在节目当中 也展示了大位数闪电新算 障碍算 双脑算 等多个项目 而我们的张云萌同学 去年也就是2022年 全国朱新算网络大赛中 获得学生组冠军 也就是说站在我们面前 那是两个冠军 一个选手组 一个学生组 只是年龄有差别而已 所以真的非常期待 他们两位的巅峰对决 没错 巅峰对决怎能缺少专业的裁判呢 下面让我们有请傅海东裁判 有请 接下来我们即将欣赏到的 将是一场巅峰对决 来 有请我们的裁判 傅海东 巅峰对决 顶峰对决 共三轮 第一轮 六位数三十笔 速度心算 规则 本轮为六位数三十笔 速度心算 对战双方 需在三十笔数字 全部消失后 正确得出结论并抢答 率先回答正确的人获胜 好 听明白了吗 来 请转身 好的 下面我宣布 本轮对决开始 请出题 我都刚才没敢看 谁先拍 天哪 先请大屏幕给出我们的正确答案 7800729 好 刚才我们的裕萌 张育萌率先按响了响答器 请给我们公布你的最终答案 7800729 正确 这边也公布一下 7800729 答案都是正确的 但是我们的速度是 张育萌稍稍快的一点 接下来几轮有信心吗 还可以 我们来听第二道对战的题目 好的 第二轮 一分钟乘除混合马拉松速算 规则 本轮为一分钟乘除混合马拉松速算 对战双方 需在一分钟内尽可能计算更多题目 计时结束后 正确率高的一方获胜 下面我宣布 本轮对决开始 请出题 好 时间到 您 最后一个题不能算了 好 来 请我们的海东裁判 来帮助检验一下 两位同学最终的答对的 提的个数 请出正确答案 多美一位同学里 确实交易正确 然后我们的圆内尽 去批评 在他们排断 正确认出 美国队的答案 张徐韩宇答对的题数为 29题 获胜的是张玉萌 恭喜玉萌 韩宇你觉得今天她能够赢你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她这个反应 还有这个鞋子的速度 比我快了很多 然后那个乘书法 那个计算速度 她也是速度在我直上的 我感觉今天这个 我熟在心腹口腹 很有绅士风度 那问一下玉萌同学 你对刚才自己 以及韩宇哥哥的表现 做何评价 我觉得我要谢谢哥哥 让我完成了这个愿望 让我和他一起PK 来两个人握个手好不好 虽然我们曾经 在全国比赛当中 是不同组别 但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有了真刀真枪的碰撞 相信两位都很有收获 几位老师看了他们的 刚才的表现有什么感想 我们看的就是瞠目结舌 叹为观止 现在AI的发展技术 是非常高的 但是我们人类 既有我们的信仰 又有我们的情感 又有我们的能力 所以相信二位小选手 都能成为特别棒的 优秀人才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两位同学 给我们带来的这个 精彩的比拼 谢谢 来 谢谢韩宇 谢谢 也谢谢老师 我们其实看到 玉萌的这个心理素质 还有她这个珠心酸的水平 确实在这段时间里呢 是有了一个挺明显的提升 那像你这么大的小朋友 有一些来节目当中挑战成功了 获得一点成绩之后 可能会有一点 骄傲和懈怠 不知道我们玉萌同学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她没有 她是不但没有懈怠 反而加倍努力 就是每天的练习量 就是原来可能是 比方说做一页 她说老师我想做三页 就是为了能够获得更好的成绩 她就不断地超越自己 也不断地克服重重困难 这个勇气特别棒 是的 我觉得玉萌呢 也用自己的表现 征服了我们大家 也期待着你有为过争光的那一天 加油 好吗 好 那今天此时此刻 在我们的舞台上 你要挑战的项目是什么 我要挑战的项目是 双脑算 四位数十笔 一边闪电算 一边马拉松 那么对接下来的挑战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大声喊出口号吧 多彩少年奋勇向前 下面是二号挑战者张玉萌的挑战时刻 首先有请傅海东裁判宣读挑战规则 少年挑战者张玉萌 本轮挑战内容为十组四位数十笔双险双脑心算 挑战规则如下 一大屏幕出题 左右两边同时出现十笔四位数字 二左边数字以一秒的速度滚动 右边数字以一秒的速度闪现 三连续作答十道题 需至少正确八道题目 则视为挑战成功 四 本轮将有两次机会 我挑战一下这个名称 十笔四位数 双脑双险 闪电心算 完全不懂 我觉得这样 咱们通过一个立题 演示一下 帮助我们大家对这个挑战有所感受 有一个直观的感受 好吗 玉萌 好 三二七二一一一一一三九零 好 请看答案 三二七二一一一一一三九零 这算一道题 是这个意思 比我想的更难 我刚刚尝试了一下 我也做不到 你也做不到 因为我从来没尝试过这种方式 对我来说的难度就是 左边是闪一个数字 消失了之后我只捕捉到 下一个数字就行了 但是另外一边是滚动 我的视觉停在哪里我不知道 就是因为我不知道 下一笔是什么数字 我还得去找 所以对她来说 这也算是一个难度 对不对 对 所以十道题答对八道 嗯 即算挑战成功 有两次机会 玉萌做好准备了吗 做好准备了 来 咱们马上开始 我们的第一次挑战 本轮挑战开始 请出题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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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如果我刚刚突然被人想失去,就没这次再去吧 那我会需要我这个先安排一下 把我一边需要先来回地 没有,那我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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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现在我们的大屏幕之上 刚才作为给小朋友们提道具的这个 我们都感觉到非常的紧张 是 我都甚至出现了一点失误 没有影响到你吧 没有 好 现在我们来对答案 逐一揭晓 首先是一号题版 正确答案应该是28480和19548 正确 下面我们公布的是第二道题目 正确答案是2412233457 正确 下面我们来看第三道题目 给出的正确答案是3054324568 正确 接下来是第四道题目 给出的答案是3393533272 回答正确 第五道题目 1637511821 回答正确 太厉害了 前五道题全对了 第六道题目 正确答案是1313420757 回答正确 第七道题目 正确答案 3422812587 回答正确 最后这道题目很关键 如果也答对了 即为挑战成功 第八道题目 屏幕上给出的正确答案是 19852和1203 8 正确 我们继续看一下 最后两道题目 能不能够达到 百分之百的正确率呢 第九题 正确答案 22769 17544 正确 最后一道题目 23302 最后一个 17520 全入正确 太棒了 最后这个数字 520 也是我们想对你说的话 太爱你了 表现得太棒了 来 有请我们的傅海东裁判 宣读最终的挑战结果 本轮挑战已完成 本轮挑战已完成 挑战者共坐塔十道题 正确十道题 符合挑战规则 经裁定 本轮成绩有效 裁判赴海东 张玉萌同学在多彩少年的舞台上挑战成功 三次祝负我们的张玉萌 祝负 谢谢海东裁判 谢谢 果然不负众望 玉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就做完了刚才最后这个挑战时主题 你的大脑大概有疲劳的感觉吗 比如说一百分是特别特别累 就已经不行了 人要晕倒了 零分是完全都不累 就很轻松 你大概是几分 零分 我的天啊 所以做这些题对你来说 是一个很好玩的游戏 对不对 对 真的好羡慕啊 真的厉害 感谢老师教授这么好的学生 心态决定成败 你有这么好的心态 无论做任何事情 都能做好 谢谢卢奶奶 真的是太厉害了 我觉得没有更多对你要说的 就期待着你早日代表国家队 在世界大赛上 为我们争得荣誉 好吗 好 好 我也要代表我们的多彩少年栏目组 把这枚多彩少年的勋章 颁发给你继续加油 谢谢泡泡哥哥 恭喜张艺萌同学 谢谢你精彩的展示和表现 加油 加油 馆东姐姐泡泡哥哥再见 各位嘉宾老师们再见 再见 再见 好吧 再见 再见 ważne